感謝主,我是台中市召惠黃恒鎮弟兄 我是黃鎮亞華姊妹 我先交通一點我在交往過程中和主交通的經歷 最近的陳先生研究說到這個交通的意義 這個交通的意思就是裡面生命的流通 然後這神聖的生命進到我們的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與神有交通 能夠與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有交通 所以若不是在鄰里的交通就不過是社交 就是藉著這種交織的交通 使我知道到底該不該和我的弟兄走下去 其實在交往之前我就跟主祷告 我要一個愛主愛照會也愛我的弟兄 當然其他的條件我都不在乎 那當然我遇到弟兄之後才發現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考慮很多外面的條件 但是我真的是要見證 一切的擔憂都藉著我的禱告 這些可惡的事情都變成可愛的 比如說我一見面 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想放棄了 就對我說 然後說 人是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人 人是看外貌 人是看人的內心 然後聽著這句話 帶著我繼續的往下走 開始和弟兄建立了 創新的生活 那就發現每次他祷告都是同一句話 一直到今天早上他跟他同伴禱告還是同一句話 就是 主啊我要孵出我的醜苦 激入你的豐富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他的恩子口才的恩子大概不怎麼好 那這樣以後怎麼跟我配搭一起照他的小羊呢 所以我就想那算了吧 可是 當我再去禱告的時候 主就提醒我 將慘的火把主不脆滅 而且啊 為我弟兄他是一個醫生 有沒有 那我覺得 主就再次的提醒我 光照我 一個醫生他能夠從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都是這麼的倒空 那你呢 主啊我實在是太自滿了 所以就是藉著一再的交通喔 我就真的是把一切的憂慮都卸給主 也在這些交通中 我就蒙主光照 我裡面有太多隱藏的驕傲 但是主很寶貝就是還帶著我 珍賞我的弟兄 就像師哥所說的 我們要轉眼將耶穌觀看 師父仰望他的榮臉 所有的事物在他榮耀的光中 也要四地變色成蒙龍 那我這邊要交通 對溫音的意向生活 那在創世紀二章八節這邊說到 耶穌華神說他人獨具不好 我要造一個配偶來幫助他 那在神創造人的時候 就看到說在神的眼中 亞當他是半個人 夏娃也是半個人 那兩個半人合起來 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對 那那時我記得在尋求婚姻的世上 受到服侍家的福利 他知道主在地上要得著一個家 就是一個侍奉的單位來服侍他 對所以我將我的婚姻奉獻給主 那尋求一個合適的幫助者 一同來服侍主 服侍弟兄姊妹 那雖然我在醫院工作非常的忙碌 有時候聚會也蠻受限制的 但我裡頭總是有一個心願 成家就是要將家打開 來服侍神 服侍弟兄姊妹 對 那在結婚之前我就不將家打開了 那但是因著工作的忙碌 那有時候 這個來不及預備一些茶水 或者是水 茶水或水果 那常常在小排聚會 只能請弟兄姊妹喝白開水 那但是這個 但弟兄姊妹雖然也很扶持 但是臨裡卻非常感到虧欠 那感謝主 雖然一個人只敢一千 但兩個人可以敢一萬 所以我求主賜給我一個合適的幫助者 一同有心願 能夠來願意家打開了服侍主 服侍弟兄姊妹 所以在成家之後 主扣到我的肚量 姊妹補上我的不足 那預備這個茶水 還有這個飯食的事上 使弟兄姊妹都能裡外得酌飽足 那你的前書三章七節說到 姊妹是與弟兄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我們在結婚之前總是一個人禱告 常常感到覺得孤單或者是軟弱 但在結婚之後 與姊妹交通常常一同的禱告 那一同的這個彼此的提醒 為群內的聖徒 還有這個小羊在這個屬林的光景上 有所尋求 在叫我們的家民送我蒙拯救 弟兄姊妹們 只有弟兄姊妹在的家 還是真正愛的小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